民国珍贵老照片 林徽因梁思成夫妻两人和费正清费卫梅在山西考察图中 费卫梅曾写道 第二天我们租了两辆旅车 故度传过了河 算是向建修前进了十五英里 傍晚时候 我们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阎西山的宅鬼铁路 那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 那生了秀的油轨编车大小的铁轨 就安在公路上边 用泥随便铺成的铁路路滴上 1934年夏天 林维因和费为梅在山西 两人是一见钟情的知己 当时野外调查十分艰苦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却把身体的苦苦视作当然 他们的敬业精神令人敬服 冰心园鸣谢晚林 福建常乐人 中国近代诗人 一名冰心取字一片冰心在月湖 巴金曾这么形容冰心 我们喜欢冰心 跟着他带兴趣 爱大海 我这个孤寂的孩子 在他的作品里找到温暖 找到失去的母爱 除为冰心和友人的珍贵合影 美国时期的露天十四 桌上都堆着高高的面食 大人和小孩都相聚一起 场景十分热闹 拍摄于1936年 民国时期著名歌后周全的珍贵老照片 阳气甜美 令人惊艳 周全是中国最早的两期明星 近二十年的演艺生涯 拍摄了四十三部影片 演唱了二百多首歌曲 至今传唱的叶上海 就是其代表作之一 成为民国演艺界的一颗耀眼之星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处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